哈喽屏幕前所有的糖果小勇士们很高兴光临到我们今天的拼音家族总动员 一谈到总动员你就会发现了原来今天呀我们在不知不觉的旅途当中已经走入了第六奖的拼音课程学习当中了 那么我们在暑期的课程当中已经学习了三奖的拼音 在我们这一个秋季的课程当中加上这一奖我们也已经学习了三奖了对不对 那么我们今天这一节课将要一起去进行一次大的拼音舞会 所有的拼音宝宝们都将闪亮登场了 那举办这一次舞会的主人公就是我们在整个拼音家族当中非常特殊的一个团体 他们叫做整体认读音节 一看到整体认读我们就会发现了他不需要咱们去生母和孕母拿到一起相拼音读 他自己就自成一个音节了对不对 所以今天咱们要隆重的把他们几个拼音出来 并且呢让生母和孕母一起出来我们来交朋友好不好 那么在今天的学习之前有许多的同学他都养成了好的习惯 因为我们今天是一次基因的总体的学习 那么我们要把之前已经学习过的讲义打印出来准备好 老师带大家一起去回顾一起去复习一起去认识新的朋友 一起去探索新的知识 那我们接下来来回顾一下之前学习的这个自母仓好不好 孩子们我们就会发现在这一个环节当中叫做生母孕母一家亲 我们之前认识了许许多多的生母还有一部分孕母对不对 在孕母当中我们认识了单孕母 认识了副孕母 认识了前名孕母和后名孕母等等 对不对 好了 那么在生母当中你还记得我们之前跳过一个手指操吗 我们一起先来在上课之前活动活动 那个手指操是什么样子的呢 孩子们 哎我们说 非常容易弄混脚 对不对 就是我们来一个手指操 把自己的小手都抹出了啊 手都没带来 拿出来了吗 好 接下来了啊 来 正六 反六 正九 正九应该是哪面呀 这不对 这样的吧 正九应该是这样 对不对 正九七 反九 砰 对吗 好了 那么就一定要冥静于心 因为在这个时候我发现有许多的孩子啊 口诀于实际的应用相脱离了 正六波反六的正九七 反九波 背得非常熟悉 可是自己一道解的时候还是说错了 就是咱们一定要在写之前脑海当中冥记 比如说我要写 砰 是这样的吧 拨 中的拨 那么在这个里面呢 正六 我就把它写成一个正六的形状 所以呢 如果口诀和我们实际的应用 我们相结合的话 这一块知识肯定不会再出错了 对不对 好了 那么这对咱们来说啊 再简单不过了 包括其他的一些生母 对不对 比如说两个门洞 么么么么 对吧 比如说一个门洞 么么么么 对吧 比如说这个小贵感知我懒懒懒懒 等等等等 好了 接下来啊 在生母当中我们还认识了一些 它们有的呢 长得像个二字 有的呀 长得像个半圆 还有的呢 长得像半个八字 那它们究竟怎么读 大家还记得吗 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啊 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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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来一遍啊 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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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棒孩子们 那么我们再来认识认识 有平舌的咱咱咱 我们还有卷舌 因为在生母当中 它也隆重登场了 对不对 它们读 咱 吃 诗 咱 咱 注意你在读的时候 一定刚老师都碰了 咱 呜 不是这样的啊 韵母要读的声音红亮 而音长 声母要读的声音非常的短促 而音呢 是送气的 是这样的吗 啵 的 啵 七 老师读一遍 咱们读一遍啊 预备 开始 啵 的 啵 七 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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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舌头捡起来了 对吧 知 吃 师 一 物 OK 孩子们 那么我们就会发现 这些不是都是生母吗 其实我在后面随便嫁岳母 是不是就可以和岳母相亲了呀 对不对 孩子们 比如说 不 不 不 对不对 得 得 得 对吧 破 一 一 啤 气 一 气 那你在这个环节不妨在前视频我们自己在后面加加岳母自己来听读一下看看有没有意思啊好了那么我们知道了之前学习的这一系列的生母非常重要之后接下来我们要一起去看一看今天咱们的主人公他们呢被称之为是整体认读音节 你看今天我们要学习几个整体认读音节孩子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六十六个 有的孩子就惊他说十六个呀好多呀是这样吗这样老师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我们就能把所有的整体认读音节都银记于心好吗孩子们 这个故事当中的主人公啊你一定再熟悉不过了 他是咱们熊出没当中的熊二哎大家不要把我当成熊大啊好了熊二怎么出来呢 其实呀在我们这一次的拼音家族总动员当中就邀请来了一位特约嘉宾他就是俺熊二了 大家都非常熟悉他而且也知道熊二呢他不仅仅保卫森林而且还有的时候有点笨笨的很可爱对不对 那有一次啊熊二呢他就发现了刚才我们认识的那些 所有的生物他们呢都非常喜欢熊二于是呢他们都和熊二是好朋友 那么中秋节快到了熊二呢他自己一个人太孤单了熊大也不在他的身边 于是呢哎他就想去找这些生物宝宝们一起过中秋节 因为中秋节是和家团圆的日子 那这时候啊熊二啊他就来到了这个拼音家族哎可是熊二啊在门口登登登登登 叫了很长时间门都没有人应声 终于出来了一个拼音宝宝 这个拼音宝宝读什么呢 熊二啊你看见他之后当时高兴极了 于是上去就把他拢住了拢住之后呢并且大声的说啊 熊老弟你终于出来了可让俺找的好苦呀 熊老弟还记得这个音是刚才咱们复习的生物 熊对不对孩子们 熊二呢他就不以为这个整体认读音节是熊老弟呢 那么你们来看一看他们有什么区别呀孩子们 有什么区别呀 你会发现熊这边呢熊比他多了一个小音对不对 那么其实在这个里面呀他还有熊 只是在读的时候呀要比我们的生物熊 熊稍微长一点更强调一点 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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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孩子们 于是呢我们的熊大哥他可不是熊老弟了 是熊大哥他呢就说了 哎呀你这个糊涂的熊二 我怎么能是熊老弟呢 我明年是他的哥哥熊大哥呀 虽然我们的读音一样 但是我要比他的声音更响亮更有力气呀 于是这时候啊熊老弟呢 熊老弟呢 熊老弟呢 你可要俺糊涂了 那么除了你还有没有其他的拼音宝宝也和咱们一起来过中秋节呀 于是这个时候啊 蹦蹦蹦蹦蹦蹦蹦就掉出来了许许多多的新朋友 他们纷纷说道 在你之前的那些兄弟当中也有俺的弟弟 那当时呢你看 那当时呢你看 他的弟弟就 他的弟弟是 对吧 那这个音怎么读啊 孩子们 我们把它盖上 它就是 是吧 他可能音稍微再响亮一点 再长一点读 是 他读 是 对吗 他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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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对不对 还要非常激动 是吧 因为他发现 哇 原来整个的天下族太庞大了 不仅仅有他之前认识的知诗诗 诗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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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诗 不仅仅有这些短小的 而且呢 很薄弱的一些生物 而且还有非常强大的自己就独立成为音节的整体认读音节 他们读知诗诗语诗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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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 顺利通关 那我们一起去跟着行啊 一起去读一读他们 认识认识他们 好吗孩子们